今天晚上不加班 明天有 明天 是想找个场上个班 工资到位的话 去当儿头模特 你还真别说 你要拼我的话 只要到位 我愿意 感谢那个逍遥哥哥 送的飞机 对吧 你别口嗨了 你去给我联系个儿童厂商 我保证给他安排到到位 你老师的口嗨 有啥意思 看他一级学什么 是一级学Q呢 还是一级 学E呢 我们两级学E 可以躲到Q 胯下扎针 接屏A 接屏A 接胯下扎针 接屏A 往后拉 五层被动 别给他A出来 好 这一波就很细了 四层被动和五层被动 是有很大区别 马上两级 两级我们 学手 E技能 应该可以 我这一波E中 他死了 兄弟们 我这一波E中 他死了 两级的阿哈利单挑是无敌的 脱出版肯定不相信 差点点 好 怎么说 老弟 胯下扎针 有血 漂亮 这一波是相当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这波线其实很尴尬 讲道理 这波线 我只能回家了 因为不回家 我会亏兵线 先回家一下 买一个 增幅宝典 再来个150 感觉不是很赚 我叫了DF二连 拿了一个头 其实感觉不是很赚 讲道理 不是很赚 黑头 我这个英雄必须要拿头 不然的话打不过诺手 好吧 没办法 这诺手这个英雄 这个太变态了 不讲道理 怎么说 等一下兄弟 你这么伤 我并不要了 说好 兄弟 你这么帮我 我 我 我吐了呀 这塔拉好像的 必须要给他点个大拇指 讲道理 现在我行了 现在我已经可以自暴一路了 现在 跨下扎针 A接E 你看 他就残了 EQ二连 六级之后 他就随便死 现在不太好杀他 是行不通的 继续推卸 嗯 好 非常好 继续往前推 插个小眼 人身上有三百多个雄位 嗯 马上五级 他应该回家了 看能不能吃个塔皮 能吃最好 不能吃也无所谓 新鲜速度还可以啊 有意思不一样 溜了 再接着来不及握手 我们这一波是选择回家呢 还是选择跟他继续对打一下呢 回家一波 没事没事问题不到 先来个科技墙 再来个针眼 可以 吓好面 找饭记得一定要吃 嗯 每个人都有弱点 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 哟 你再A一下 我六级看我秒不秒你 小老弟 我马上6了 他心里没点数 我已经6了 这一波他非常危险 不要意图太明显了 对面 跨下扎针 他死了 A接二 接一 接平 接一推二连 再加拉 直接一步到位 完成一波单吃 相当漂亮 可以啊 螳螂好样的 可以给他吃一点 哎 要我刀呢 你这一波吃 有点吃的 没有道理了 吃个塔皮 这没有道理啊 我一个人干活了 吃个塔皮 吃塔皮 接下来就是养猪了兄弟们 这是基本两招兄弟们 等一下给他秀个秀一点 这基本连招 怎么说 这个怎么说 哇靠 这不给我补吗 这个有点贱啊 炮车不给我补 回家了 其实我都不带回家的 他这个血量 他打不过我 当然等大会稳一点 不等大呢 他也打不过我 胯下炸汁 接烟雾弹 接皮 接胯下 他能接E 怎么说 等技能 不行 他有E技能 可以打断我的E 别上 等一波大 我有点燃 我有闪 当然他也是有闪现的 我跟他闪现 他比我快一点 怎么说 别给他在塔下拉了 塔下拉了 最起码体 交个闪 稍微注意一点 怎么做 随便杀了 有大就死 E拉斜 吸了200多滴血 还行 继续吃塔皮 他没有带TP的 他带点燃 没有用 再推一波线 不急 非常好 溜了 再吃一层塔皮 再吃一层 溜了 再见 来不及握手 直接回城 他可能要吃这波兵线 所以说我应该可以回城 问题不大 杀人戒也要买个吧 漂亮 这一把的话 我们的目的是秒后排 这个阿卡丽 这个阿卡丽这个英雄 秒后排 一点压力没有 但是这个版本阿卡丽被削了 他的大招 必须要有敌方英雄 才可以开得了大 之前是没有敌方英雄都可以开大 太Bug了 有点变态 他现在可能又死了 他只要被我Q到就死了 除非他不补刀 看好了 别眨眼 教你如何单吃他 跨下的人接叶物弹 接吸 接 跨下的人接一 拉 吃汗尾随 不用开大 直接一套秒 伤害已经非常夸张了 现在 推了 确定吗 跨下的人接大 往后拉 接一 接拉 点蓝不用放 直接秒杀 溜了 直接回城 狗头人 一杠一杠一 发育的还可以 差点给我杀了 回家买个科技枪 无敌了 对面 诺手只有六级 我现在已经九级了 发育还可以 有人说闪现是为了干嘛 闪现 先发制人 不然你给他Q一下 你会被他吸一口血 你可能会 好吧 这一波非常危险 他要回家了 现在我这个装备 我可以越塔 怎么 我可以越塔 往前推一下 插个眼 这里好像有 打野帮我 放了个真眼 漂亮 他人在哪里 他应该回家了 我觉得我可以 推线 直接拦截他 补刀 好 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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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插了现在 先就提管机了 吸血 吸血 吃塔皮 确定吗 我来一波 放下扎针 接屏 我来一波 刀立即可 嘿嘿,气不气,难不难受,小老弟 别急,等我五十秒 七点血吧,我们有科技枪可以吸血 他妈了个八子,炮车没有 一血塔,怎么说,兄弟们 这个一血塔 兄弟,你为什么还想有想法 你这么想法,早点打消了 好,漂亮 直接一血塔,再推一波兵线吧 2500块钱,我们回家买个什么 刚才有谁说,主播你超成我,送个火箭 这位水游你在哪里 装逼还是你会装 哎呦,我的 回家买一个杀人书 再来一个发穿鞋 再来个苗表 他不就无敌了吗 现在 是不是 真的可怕 他现在是不是就无敌了 杀人书了,现在 现在随便秒了 嗯 感谢雪宝,我送了一个飞机,感谢雪宝 我10层杀人书以上 我的移动速度会增加10% 现在我的移速会非常快 怎么 很好 他现在在我面前就是提款机 移动的提款机 你看,思路很清晰 思路很清晰 感谢雪宝上的飞机继续推 稳一点 再把打到 再把一次不死 就我这个装备想死一次都费劲 位移太多 还有烟雾弹 烟雾弹相当于隐身 怎么说 想跑 二段二 准备呢 漂亮 哎 就我这点血 并不慌他 怎么说 小老弟 增加四层杀人数呢 等一波 胯下杂针 胯下杂针介意 一套秒 直接秒杀 可以了 二十二层杀人数了 推了 想 搞一首飞的一个神 我觉得没有问题 土屋永远不嫌多 金克斯 潦草纹身 精神失常 救救孩子 吃汗尾随 痰痰饿 漂亮 他再追 我可能要决定反杀了 都说了 别追了 还有你 溜了 再见来不及握手 我直接满血了 上路我带 不是我的强项 我说了阿卡丽 这英雄起来了 就很难死 这个英雄特性就这样 非常灵活 非常激动 看一下石头人有没有 没有 怎么说小老弟 嗯 打着也会有点飞行 相当漂亮 阿卡丽 呃 小心静克斯的火箭 小心静克斯的火箭 正好回家买中央沙漏 完美 直接回城 中央沙漏来了 思路非常清晰 对面好像没有特别肥的点 狗头人稍微肥一点 狗头人虽然说战绩比较差 但是他装备还可以 因为补刀比较多 我们看一个人肥不肥 看他补刀和等级 对面打野等级比我们打野要高一级 说明对面打野玩得还可以 我们去拿一首蓝buff 怎么说 野怪没有 给兄弟们来一波飞雷神吧 飞雷神不是很拿手 怎么说小老弟来了老弟 来了老弟吃汗尾随 EQ20直接带走 打一波 怎么说小老弟 有蓝buff 软弱无力 溜了 有点小失误 有点小失误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装备越好容缩率越高 天亮 咦 赤汗尾随 漂亮 怎么说胯下杀身 我还是跑了呀 这个英雄就是这么变态 这个烟雾弹只要用的好 就很恶心 这个烟雾弹用的好 就很恶心 我又有烟雾弹了 可以上 可以上可以上 SX昂 你看 这么此的样儿 太灵活 CDE很快 又栏buff 直接推倒 还可以吧行对吧 这把值不值得你点一波 小小的关注行的吗